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1号 这一期呢 我录一个第408期吧 忽软呼音电台的第408期 这一期的题目呢 叫做未来700种编程语言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篇论文 这是一篇论文的题目 把它翻译了一下 并不是我预测的 在这个正式讲之前呢 就是我现在写了一本书 就是写假瓦蛋 这并不是未来700种样子 700种编程语言的样子 但是呢 很多的思路 我可以讲一讲 就是如果有人想 因为现在还是很早期嘛 加上我希望有人能赌一下 上一期我做了一期 希望有一些人赌 大概去了100多人 不到200人吧 但是反馈了 可能有五六十个人 如果你反馈的话 明天你赌了 并且反馈的话 我又没什么报酬 有人会在有什么报酬 没什么报酬 大概我就是会 在出诉的时候 会弄出那么两页纸来 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感谢你一下 就是你的真实的姓名 或者是你ID都可以 有的人喜欢 留件真实的姓名 有的人只是喜欢说 我不想出头露面 是吧 不想泡头露面 然后呢 你又可以留下这个ID是吧 但是你说 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的报酬是没有的 如果你想的话 还是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话 就是忽软忽应 你就搜一下忽软忽应 或者在我的网站上 留言动.com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或者你就搜忽软忽应 也好 还是搜忽软软件那些事 也好 大概都能够搜到我那个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然后我发给你 然后你看一下 我现在怎么样 当然大家可以进行批评 有些人会表扬有些人批评 我这个人呢 心态比较好 是吧 然后 基本上都能接受 但我也不会跟你吵 毕竟你浪负了时间 读我写的东西 好了 这个就 关于书的事情就写到 就讲到这里 就是讲这个 编程的 就是这一期的题目 未来700种编程语言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编程爱好者 我其实想起程序员的 后来想想 程序员好像有些人 是不喜欢编程的 就编程爱好者 一般有两个爱好 第一个呢 是想发明一个操作系统 第二呢 就是想发明一门 编程语言 由于发明操作系统 实在是太难了 大家知道 非常难 而发明一个 编程语言的话 就要容易一些 尤其是现在 尤其是有了 加瓦修理机之后 你这个想跨平台什么 你要知道 加瓦分为 加瓦跟加瓦修理机 现在很多的 新的语言 都是跑在加瓦修理机上 因此呢 你这个跨平台 是不是就解决了 是吧 你只要搞语法方面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 就是说 编程爱好者 想发明一门 属于自己的编程语言呢 一般来说 他不会是说 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我就想去 按我的观察 或者是什么样子 就是 基本上你掌握了 三门编程语言之后 尤其是我们去打工的话 你这个一生啊 一定会写好几门语言 不会有人说 我就写前代 我就写前代 或者是其他我不写 不可能的 因为老板说 你给我写加瓦 你还不写 比如说你去淘宝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就做加瓦 你说我通常不写 不写你又没有饭碗吃 是吧 因此呢 有一些语言 你是必须要学的 比如说你至少要学一门 诶 诗一 或者加瓦 这种打底的语言 你知道吗 包括加瓦斯克尔 其他的你才可以去发明嘛 就是你不可能实际上来 是说 哎呦 我发明一个大大的学 就是我们在学第一门 变成语言的时候 一般就是一鼓作气嘛 就是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就觉得还真好 不管是你C啊 或者C++ 或者是 叫Scrib Person都好 第一门语言是最好的 因为你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就觉得学得很有动力 就是在学第二门语言的时候 就什么 一鼓作气再要摔 第二门语言 你就没有那么 那么用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 哇 这个太多相似的地方 你看看 他写循环 跟我上一门语言 写的循环是一样 然后你看看 他也有这方面 包括变量呀 或者什么都一样 你就发现 哦 太多相似了 80%相似 等到你在学第三门语言的时候 就什么 三二节 什么 一鼓作气再要摔 三二节 然后你就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感觉就全懂嘛 你就觉得我都会啊 都真的是都会 尤其在学一门语言的话 你就觉得 这么简单 发明一门 变成语言 真的很简单 就是说 要不我就发明一本 一个好了 就是让别人来写 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就是这篇论文呢 发表在1964年 这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这个作者 我一会儿再讲 在1964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猜 有多少种变成语言 他的论文呢 写了有1700种变成语言 哇 这个你想想 他是1700种变成语言 分布在700多个领域之中 就1964年 我们要知道那好老 是不是 1964年 然后这个英国科学家呢 他叫做 匹特卓文拉丁 然后呢 他主要是 主要做的功能是 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 就算就变成语言 他写了这篇论文叫做 The next 700 programming languages 就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呢 他就开篇就讲了 1700种 我就想 他应该写 The next 1700 然后他应该 他为什么写700种 他还无所谓了 就是他是讲的这个样子 这次出现论文之中 他创了一名 新的变成语言 叫做 If you see what I mean 就是以这个 I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手字母 这本语言不存在 但是呢 他这小论文 就随便取一个 他就 就这样命名了一个 就是说 If you see what I mean 就是说呢 他介绍了未来700种 编程语言 大概会具有的 哪些特征 四大特征 我就不一一讲了 因为你讲起来 就就就非常 非常的麻烦 他这个当然是 函数编程也好 你就会发现是真的一样 我就只讲 详细讲 其中的一种 就是第四种特征 语法结构 因为我们都是在 讲这个语法结构 这个特征实际上是 就控制流啊 或者是什么的 都都可以与他去相关 就讲控制流 其实我最佩服 就是这种科学家嘛 在1964年的时候 他就预测到了 呜 不管你这个语言 再怎么变化 我还是 我都能够预测到 实际上他真的是都预测到了 我 我只 所以讲这个故事呢 当然因为也是电台嘛 我要随便讲点故事嘛 是因为我 我不知道 就是说很多的读者 你是哪一种读者嘛 哪一种听证吧 有一些就是一股作气的初学者 他已经就是说 我上来就学C啊 或者一些加把 或者一些配证都好 已经掌握了一门编程语言 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已经是老油条了 我已经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了十年了 也还是当程序员 然后呢 你让他去学一门新的语言 他大概就是一周他就学会了 我这个真的不是骗你 就是说 很多老一点的程序员 他真的非常快 他就可以学会一门语言 因为就语法改一改嘛 你就你就问他 你去学这个循环吗 或者是学这个条件呀 或者是什么 他不学 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就会了 而且呢 这些都不大会变化 真的是不大会变化 你不能说他 你学的真快 不是他都是一样 比如说他第一门学的是C元的话 他学Pathlet就很快 你即使第一门是Pathlet的话 那你学C的话可能就慢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慢的特别离谱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的就是语法不一样 但是他整个的思想是一样的 你就那几大快嘛 他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就不知道读者 这个听众是哪一种 就是你是第一门变成语言 还是很多很多门 比如说我对结构化变成 哇 非常的熟悉 烂熟于心 是吧 就天天就想着 下班没事就发明一门 自己的变成语言 这个道路上 当然不管 不管你是哪一种 但是我希望你都应该清楚 就是结构化变成也好 或者是控制流也好 就是未来的700种变成语言 实际上未来可能有7万种 我认我认为它仍然是这几种 就是说它是这个7万种 变成语言的核心之一 对于上面的这个提到的论文 实际上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The Next 700 Programming Languages 就这篇 Languages 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是吧 就是说希望这个故事 我就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 每一个编程爱好者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你就想发明一门编程语言 原因就是不难的 因为 你就会学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编程语言 真的是非常平常 真的是非常平常 所有的主流语言 我还是讲了第四点 主流语言 包括C C加价 加瓦 Python 我能想到够语言 或者是PSP 都支持这控制流伤 都支持这三种 一个是算序结构 一个条件结构 一个循环结构 每个语言 有没有说我不支持 没有是吗 都支持 条件语言 条件结构的话 可能就能几种 if else 或者支持怎么搞 switch 然后循环结构 可能就多一些 for do while 然后后面的话 你看看 派塞 或者加瓦 他们都有自己的创成 叫for each 哎呀 for什么什么 in什么 for in for each 它增加了几种 就是在这方面增加了几种 Ruby的话也是 什么什么 哎呀 我把这个观念词 放在后面 好不好 就这样 就是说增加一些 细致末节的 一些小知识 你就会发现 我在书里 实际上是考证了一下 这个 这个所有的 这些知识 这些 来历啊 这个游来 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分支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是谁第一次引过来的 我不知道未来的书会怎么样 未来的书有可能觉得 其实我并不能控制所有的 有 就是说能删我书的 还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 如果有的话 实际上是 没有的话 我就发在公众号里 就出版之后再说 就是我考证了 就是说条件结构 或者循环结构的来历 又 说实在来 我很少见 就是说 就是找这种 鸡脚嘎啦的知识 去考证的人 实际上 我是其中之一 就是你就会发现 考察这种的话 你一定 一定会追到 其中有一个语言 叫做elgo 我就讲一下故事 你们也是讲故事了 就是以前的时候 包括你是 汇编语言 大家都知道 每个机器人 都有自己的汇编语言 然后Fortune的话 Fortune语言的话 那是确实是很早 但是呢 它是给IBM的704做的 你就会发现 惠普说 哇 我也想用这个Fortune 行不行 IBM肯定会 给你制造点这个麻烦 就是说 哇 是卖机器的 是不是 以前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机器特别贵 程序员跟这个语言 都是附带的 知道吗 大家跟现在不一样 就现在机器比较便宜 你在闲鱼上买很便宜 就可以想学编语程的话 就可以买一台机器 但是呢 软件会比较贵 现在真的是软件比较贵 以前的时候不一样 以前的时候是机器太贵了 但是我给你附带一套 整个的编语系统什么 那个是免费给你搞 或者提供什么服务 现在就慢慢的改了 就是在这个 但这主要是成本 你以前的话 造的话可能就是成本上 是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话 你程序员烂件吗 996 妈 程序员一万块 估好几个是不是 你只要感那么恶心 确实是可以 就是说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就是我们 在某个阶段 就是在这个 在某个阶段 我不是说现在 就在某个年代 比如说196几年 或者哪个年代 客户家慢慢的意识到 这个程序实际上是可以是通用的 我可以跑在惠普的机器上 也可以跑在IBM的机器上 也可以跑在其他任何的 比如说商案公司的机器上 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好了 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就是 大家能理解 这是内在的需求 好像现在我们有一种需求 是最好有一个世界语 我们就可以不用学英语 不用学什么 大家都学那个就好了 但这很难办到 但计算迹象 是相对容易比较办到的 就在某个年代 大概是196几年 我忘记了 以后大家可以去查 我在书里是写了 但现在我又忘了 就是 它有两个团队 他们就发现了 我们要对 所有的机器 都要做一种语言 就是 是德国的团队 跟美国的团队一起去做 他们就说 我们提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搞一下 把这个语法都给搞清楚 于是呢 就是 德国的团队有五六个人吧 然后美国的团队是13个 然后他们就每个 每个提供了一份这个材料 这份材料呢 你是德国的肯定是德语写 然后英国的肯定是英语写 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英语是世界语言 是吧 就是你会德语 那个科学家 你应该是会英语的是吧 但是反过来并不如此 比如说美国的科学家 他不会德语 但德国特别厉害的科学家 应该会英语 包括现在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就像是 很厉害的科学家 是不是在中国 你中国的科学家 你也会要会英语吗 大家能理解这个 你不可能说美国科学家 非常厉害 他要会中文 这个就不太常见 因此呢 他那个德国的 整个提出的这个意见 然后就要翻译成英文版 结果呢 他翻译的时候 他整个的 第一段吧 就写到 现在就是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听到 时间紧 任务重 你让我翻译呢 再加上又没有机器学习 因此呢 翻译的是有错误跟疏漏 就这样 然后呢 还是翻译了 你就会发现 哦 翻译是翻译了 你是不是要 应该把这个原本的德文版 也要保存一下 是不是 但实际上他没有保存 结果只剩下来还翻译本 结果呢 你现在考证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if else else是谁提出的 应该是德国某一个人提出的 后来也有人传闻 但是不知道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包括现在我们是if else 或者是switch 这些都是谁提出的 如果在德文版那个版本 提出的话 我们很难确认 但是在 就是美国这个13人团队 提出的这个的话 他们搞了好几年 还搞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 哦 对对对 1958年到1960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的这个语言 是elgo elgo58跟elgo60 也就是说58年到60年 在所有的科学家 我说的这个所有的科学家 大家也要知道 就非常多科学家吧 他们会提各种的意见 包括麦卡锡啊 包括非常多了 然后我不能一一去列举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就会说 哦 这个for循环应该怎么写 然后这个while循环应该怎么写 这个条件判断应该怎么写 就跟以前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他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然后呢 最终呢 他们形成了一个语言 就是elgoelgo58跟elgo60 谁写的这个编译器呢 就是荷兰科学家 就是迪街克斯拉是吧 或者是什么都是 我忘了 反正那个做图论的时候 我们天天就做他也获了图灵奖 你就会发现 这个在图灵奖 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是有一些发给这个编程语言的 其中呢 比如说C语言跟unix 这两个人是发发发发了一个发了一次哈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往ml语言ml语言发了一个 就是仅仅语言的话 你比如说你造出了Pesson 你造出了加法 你说你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图灵奖呢 几核可能性是为零 为什么呢 你要有创新呢 你只是做工程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给你发这个奖的 而且图灵奖不像是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可能会发给你个三个人是吧 但图灵奖基本上就是一人一个 很少有两个人了 像C语言是特殊 C语言很多并不是C语言多厉害 而是unix非常厉害 虽然他同时发了两个 但是友谊们编程语言发了三个半 这个很厉害 他并不是发了三个半 就是说我因为你发了这个elgo语言 特别厉害是不是 然后发给你们三个人并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呢 因为elgo语言 比如说第一届的时候发了发给 那个那个就是elgo的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给了一个elgo的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是最晚的 这个是2015年或者是哪一年 又发了一个elgo语言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语言词得太厉害了 这个语言本身没有被大规模的流行 但是呢 他规定了所有的语法 他就是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就规定了所有的语法 你都要这么写 你只能选择一些细致末节的地方 你可以做创新 比如说 pathon 比如说if c语言或者是加把都是这样 if什么什么什么 else 空格if elseif是不是 然后你pess的话就会写成els什么什么 if那个连起来了是不是 你是 Ruby的话 他又会另外叫做elf elif 是不是就这样 你会发现 他们虽然有 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这个区别也只能这么去搞 而不像以前的话 你这个写循环 那可就是百家争鸣了 结果就是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难嘛 非常非常的 不好 不好写 后来的话 就这个elgo语言呢 你看看出了三个半嘛 其中有一个就是写这个编译器的 也最终也发给他了 因为他就是做了很多的东西 就非常厉害 这个语言真是非常厉害 所以呢 他被称之为什么 现代语言的鼻祖 大家追追追 就追到他 追追追追 就追到他 包括现在 说实在的 我不能嘲笑别人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看 我会看各种文章 每个人都会看各种文章 其实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了 反正就是 写够语言 他就夸够语言 有多厉害嘛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情况 如果一个人他拼命的夸 把一个语言夸得非常的 就是 就是 完美 那他基本上是个菜鸟 真的是 不欠你 基本上是个菜鸟 就是说他没有那么 他没有看那么多 因此呢 他觉得 哦 这个特征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 包括 不是语言可以复制吗 一个可以用等于号复制 一个可以用冒好 加上冒好等于号去复制 是吧 是你没有做定义的话 你可以那样去复制 然后他就夸这个 这个有多么好 多么好 这个语言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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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人家早就已经 已经 这个早就已经用了 只是他不知道 比如说 L狗里就定义了 就是冒好等于 哦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 可以使用 并不是 够语言去读创的 这还是不可能的 但他这个 这个写文章的人呢 他就觉得 你看看 我们这个够真好 就非常的有这个 叫什么 有宗教感 你知道吗 比如是 他就非常有宗教感 因此 但实际上 他的见识应该不是很多 然后 我看他的文章 有时候 有时候讲一讲 其实挺逗 他就讲 这本文章写的比较少了 为什么叫范行很烂 然后就在那里讲范行 是什么 他其实也不太懂范行 我觉得他不太懂 他就批判这个C++中 跟加瓦中的范行有多烂 为什么根本不需要 就是说够中够远 你知道吗 就最初 他是不支持范行的 但当时 也不能说我多有先天之明 我说你你做到最后 肯定要支持范行 只是现在你不 你没有支持吗 但他就不以为然吗 说你这不懂 结果现在是不是够远 又加入了范行 就是他非常的 就是你听到这种时候 就是一个人说话 非常绝对的话 反而 反而是这个什么 反而有可能 他的见识不是很多 就是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 写这个 很多人就觉得 你写的不好 你就够语言 包括比如说 我有时候会批评一下 够批评一下加瓦 就是 很多程序员心中都会觉得 这个设计真的很差 就这样 我要自己写一个语言 可能就是前中书说过的那种样子 就年轻的时候 总把创作的冲动 当着创作的才华 是不是 然后就有海量的编程语言 可能现在不止 未来的700种了 可能未来的7万种 因为现在有7万种 变成语言 也许是有可能 我是说能够跑起来 但大部分人 跟我上两期写的 那个引述的人家一样 大部分的编程语言 80到90的编程语言 可能一生就是他自己在用 就这样 你想让人编程语言 我是非常难的 当然我也试图做这个 每个成员都试图做 我试图做也真的是 不算什么奇怪了 但是我还是想讲讲我的故事 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听听当笑话也好 是吧 就每种编程语言 不是都有自己的语法吗 当学习编程的时候 就会很苦恼 就这么多语言 你就觉得 为什么就学不过来吗 当时我是在学C加加 因为我是先学的C 后来又写派赛 反正各种各样都写 直到我碰见了C加加 那时候就觉得 我C加加真的好难 对我来说到现在也很难 因为C加加的技术点实在太多了 有一天 我就坐在那里 就想 老是看书也不行 我得找点别人写的东西过来看一看 然后呢 就那时候没有Github 而是叫SourceFord SourceFord上乱逛嘛 你要找一个人家用C加加写的项目来看一看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找到了一个项目 叫做GCC一个杠XML 就是我要讲这个项目之前 我其实可以讲一下它大概的背景 就在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上大学 其实我年龄很大了 就是美国有一个机构 叫做美国国力卫生研究院 它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把人体数字化 人体数字化怎么数字化 就是把人切 大家知道切片吗 就是你得死人活人不行 大概就是说 他会找一些遗体捐献的 然后切成什么 0.3毫米 就把人从头到脚 切成0.3毫米左右的切片 就是然后拍照 你就切完了片 你说是不是切给海底捞那种切片 我没见过 说实在 但是人家这个项目到现在 你也可以去找 确实是切片 然后用高清彻像机去拍它 就是切了这么一片 说起来很恶 不过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用高清摄像机拍摄之后 然后你重建整个人体 就这样 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是因兵去世的 一个女的 男的已经建好了 这个项目就是说 你把这个 因为它要高清摄像机 从头 可能就是骨头 它每个都要切过 你说用什么切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是用刀 它用什么切 我不知道 这个项目就是每个人体 大概的数据就是65G 你要知道 大概1999年的时候 65G 1999年的时候 硬盘啊 就是比较大的硬盘 多少30G 就是你要30G 就要1500块这样 我买了一个20G的900多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说 你那时候就觉得65G 哇 海量数据 但现在 你要 现在的话 你要知道 我一部电影 是不是就65G 就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这个特别小 就是说 它每个数据都很大 为了处理这些数据 然后研究人员 就不是 就用C++写项目 最终产生了多好 就160多万 C++的这个代码 就去整个的处理它 然后这些代码就 不能叫开源 就是美国各个大医院 什么都在用 就增加功能 你用了 它是美国国立卫生院 就NNIH 就这个地方 然后很多的其他的机构 也就不停地在用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哦 它是用C++写的 这头发好难 是吧 后来的人就 但喜欢用简单一点的 就用Python Python Python实际上是可以 跟C元 跟C++去交互的 然后他们就说扩展 我们用Python做 结果直到有一天 你就发现崩溃了 为什么 它交互的一起 Python Python有很多很多的代码 然后C++也有很多很多的代码 最后就这个项目 就没法维护了 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说 哇 我们把C++完全转化成Python 好不好 如果是一万行代码 或者是五千行代码 或者是两万的话 是不是你找一个人 花一段时间就可以做完了 就手工做码 你就改写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这个C++代码有多少 有160多万 就工作量 肯定非常非常大 他们就想 我们这太痛苦了 是不是 又没有办法把这个C++代码 写一段 就是写一个程序 然后把C++代码转化成Python 不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是个天台的想法 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个项目 项目的最初的名字 就叫做GCC-XML 现在当然已经改名了 叫CAST-XML 大家还可以去搜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Github 以前的话是在SourceFord 现在已经在Github上 它的项目的目标是什么 你有C++代码 我就可以给你转化成Python代码 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会了Python 那时候我学Python的时候 太一点几了 现在不是3.0了 是吧 就是我已经学会了 学会了之后 就了解 那么我就给 你想想我已经学会了Python 然后我再学C++ 我学不懂C++ 我是不是你想一想 就相当于 我可以转换一下 是不是 把C++转化成Python 或者把我写一段Python 然后转化成C++ 然后你是不是就觉得 我就大体了解了其工作原理 是吧 整个工作原理就是这样的 它是什么 就你有C++代码的话 我可以用它CAST-XML 对C++代码进行一些处理 生成什么 中间状态的代码 然后呢 根据生成的这些 中间状态的代码 然后呢 它又写了一个Python PythonXML 然后再转化成Python语言代码 当年我是比较孤陋寡闻嘛 一直学不好C++ 因为C++的就太难了 后来的话 我就一直写C 那现在C++也写 但是写的C是最多的 写加把其次 就C++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难 因为 可能比较笨子吧 有人就看到的话 我就直接可以把C++转化成 当时我是这种感觉 我直接可以把Python 转化成C++ 还可以把C++转化成Python 就直接就惊呆了 我就觉得非常厉害 我就 因为当时是学生嘛 你学生是不是有无穷的时间 我就写一段C++代码 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中间代码 再看看中间代码 整个过程就很开心 真的是很开心 就在查看中间过程的 中间代码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从道理上来讲 你根据这些中间代码 C++ 它不只可以转化成Python代码 是不是 你只要写的足够的精巧 比如说 有一些 有一些C++上 比如说虚函数或者是什么的 Python没有对应的 你就不用它 你就巧妙地避开其他语言中 不存在的一些特征 C++实际上就可以转化成任何代码 是不是 就把就是这样 你想想 你有个中间代码 它可以转化成C++ 它也可以转化成C 可以转化成Jason 不是 Josscript 可以转化成Java 原理上是这个样子 当时我就觉得 我真聪明 是不是 当时我是 起码有那么一两周 或者一两个月时间 我就觉得真聪明 就觉得 我这个轻死流明的机会来了 因为我无意中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可以统计一切的语言 只要是我这个编程的语言 按照什么 中间代码的方式来写就可以 我就按中间代码方式 其他的想生成啥 生成啥 是不是 比如说我可以叫它动语言 这个语言就可以一统江湖了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脑子在我的 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 并没有停留多久 我就发现 卧槽 这他妈的 人家以前就这么干过 就中间代码 其实我们每一个学计算机的都都懂 就是学过编语原理的 就叫抽象语法术 AST 这个抽象语法术 也就是我们编语原理 主要讲的内容之一 就是抽象语法术 就是一种表示什么 原代码的一种数据结构 术型结构 就在编语器或者这个解释器之中 包括你加瓦有编语器 包括你要跑到虚拟机上 你这个Python在牛逼 这个够语原材牛逼 你的编译一下 是不是 就编译的过程 就抽象语法术 它就搞成什么 一个术表示程序的这个语法结构 以便接下来进行什么 你进行语意分析也好 或者进行代码生成也好 都要用到这个抽象语法术 因此呢 你中间代码实际上 就是这个抽象语法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呢 尽管不同的语言 有很多的语言 它有不同的语法呀 很语意肯定大家知道 Python肯定跟家伙不同 是不是 但是也是大同小异 它对中会是吗 对中它都要转化成抽象语法术 当时我意识到这个之后 就有点失落 发现哇操 这他妈的 首先这很无聊是不是 这很无聊 并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一切的语言 但是呢 我也重新认识到了什么 就是我对这个编译原理啊 产生了某种顿武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经常老师花大量的时间干个什么东西 做一个语法解析器 语法解析器啊 就pass了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 啊我要写一个语法解析器 实际上并不难 真的语法解析器真的不难 你去看 开源的也好 还是很多的人在网上要直播写这个语法解析器 我们就会觉得很难 能够直播显然就不难 大家能理解吗 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重要 真的是没那么重要 你就会发现语法解析器都很短 几百行 就可以写完了 就解析器真的是不难 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没有人 用这个抽象语法书来写 就是原因还是什么 就是你程序员要写软件的话 很多时候你采用某个语言 首先是靠 宣传是吧 我们要知道程序员并 加瓦你是你为什么用加瓦 首先宣传的好 大家都在用 然后你想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 反正用加瓦还好像还可以 是不是 他就这样你就用了 并不是说你经过了深入的思考 你想想我们程序员 你都不知道学什么语言 你不可能进入深入的思考 比如说 我还是建议你学一个主流的语言 就大家都用 都用了 比如说加瓦或者是C 或者是Python Python显然还是不如加瓦跟C 为什么 比如说 我说主流是什么 就是你看看 这些关系国际民生的行业用哪一个 比如说你问问淘宝的人 你问用什么呀 最核心的系统是用什么 他说加瓦 你问京东最核心的系统是加瓦 你问这个 就是问这些交管局 交通管理局什么 或者是银行 他们都会说 我们用加瓦 这就是主流 你不能说主流是什么 你说 现在说有人都在学Rust 我看 因为现在不是Rust 比较火嘛 就有人说 我能不能第一门学语言 学Rust 我说Rust实在太懒了 而且你学出来 但是我不能 就是说Rust 也许以后会很好 说既然他将来能够代替C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学呢 但显然你还是应该学C语言 为什么 代替了代说 现在不是还没代替吗 但你是学生的话 随便学什么 但是你如果是用来找工作 你说我第一门语言是什么 Rust 第二门呢 就会Rust 你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是说找工作 如果你是那种牛逼人 就是老子给人创造工作的 那是另说 我是说大部分 就是你还是要去打工的话 你应该写上就是 符合市场的 市场需求的这些工作 就是说你还是要学一门 这个的 但我这种就是说比较保险的一种建议 你如果说我就是学Rust 或者是就是学冷门一点的 哇 那你可以学 真的是可以学 你学Ruby也好 比如说我就会Ruby是吧 但是我是等到第六门 或者是第七门语言学的Ruby 但是你第一门学的话 我都不知道你去找找去哪里找工作 说实在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不管各种各样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最终啊 都会产生一个语法解析器的东西 就AST 就是不不语法写 这就是什么 抽象语法书 抽象语法书叫AST 是吧 就是为了能更高效的 就是说写编码呢 大家是用什么 我不会用这个 而是用更接近人类语言的方式 你就是越来越接近人类语言 程序员就越喜欢 知道吗 并不是抽象语法书 抽象语法书交给其他的东西去处理 就是因为越接近人类语言 就要不说 哎呀我要不要用中文编程 也很好 但是现在没有好用的中文编程 你如果彭世忠你去了外勤 你有一个外国人怎么办是吧 你有或者你就是去了外勤 你去微软 你说我们用一语言学 那是不是很崩溃啊 是不是 就是说呢 这是不行的 还是用文字 就这些语法 语法一定要接近 越来越接近 常规越好 是吧 比如说 像现在我们说中文啊 跟2000年前说中文肯定不一样 写 现在不写白话文吗 你看看司马前写的 孔子写的 是不是崩溃了 司马前假设还能 你读的话 能拆个八九不离十的话 孔子是不是基本上测不达出来 包括后来的人给孔子的那个 后来的人就读不懂孔子了 太简略了吗 你写个春秋 后来的人一看春秋 是写春天跟秋天吗 因为里面的东西都读不懂 然后就左寺嘛 左秋名就写了一个春秋的注释 现在我们你拿左秋名给春秋写的注释来 我们也看不懂 就现在的很多的编程语言就这个样子 就出于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拿个汇编来 你拿个Fortune来 你拿个Cobo来 是不是它很伟大 但是我们不会是吗 就是 就是我说你还是要学主流语言 就是别那么 为了找工作 你说不是找工作 或者是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可以的是吧 好嘞 这就是这个样子 讲这篇论文嘛 未来700种编程语言是什么样子 如果有兴趣的 你就读一下吧 当然是就是函数语言 未来700种编程语言是什么样子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个人一吵牛逼 真的是 他预测的基本上就是 很对的 我相信未来的 未来的那么多种编程语言 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运算力足够强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我们知道 你这个计算机肯定是越来越强大 以后可能就是一万核 或者是出现了某一种量子计算机 就是性能肯定无限强大 但是呢 我这个语法可能就会有一点融语 然后就会执行的相对比较慢一点 比如说加法虚拟机 或者类似于是什么人类语言虚拟机 就是一个无限快的硬件 和一个非常慢的硬件 非常快的硬件 跟一个非常慢的软件语言之间 然后进行碰撞 你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我相信的话肯定是 硬件是其他人知道嘛 但编程语言这个东西 以后可能我就真的是这样叙述一下 我也不知道对错 我给你讲一讲 讲个清楚 尽量讲清楚 然后你就给我跑就是了 也许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语言 但是即使出现这种语言 我仍然认为它是在这篇论文 就是The Next 700 Programming Language 然后这篇文章里应该写的差不多吧 好了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的话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书 提前的 帮我找找错误 或者是提点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就可以感谢一下你这个样子 好了 这一期到这里 再见